特朗普可能会成为即1999年比尔·克林顿之后 美国历史上第三位面临免职的威胁下 发表国情资温讲话的总统 让我们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放眼望去 从这个属于美国的世纪的山顶 展望下一个世纪 祈求上帝祝福我们所付出的努力和我们心爱的国家 1974年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丑闻而面临弹劾时 在演讲中为自己辩护 我认为是时候结束对这件事情的调查 和所有其他相关调查了 一整年的水门事件足够了 然而克林顿则采取了另一种方法 这是一个非常乐观向上的讲演 内容涉及美国的状况有多么的好 经济有多么的强大 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 以及经济复苏已经完成了 完全不提弹劾问题 11月大选之前 2月5日的国情资温讲话对特朗普来说尤为重要 经济迅猛发展 失业率一直很低 实际上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处于创世纪的低点 我认为这些都是总统会谈到的成就 无论国会内部在发生什么事情 包括弹劾 克林顿被参议院判决无罪 而尼克松在被弹劾之前就辞职了 分析人士预计 特朗普会综合两位前总统的做法 他可能会赞扬政府的成就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但他也可能会提到弹劾 并可能强烈抨击民主党人的弹劾政策 如果他的竞选集会能够反映他在弹劾审判中的情况 那么特朗普很可能会继续保持乐观 今年11月 我们将夺回众议院 守住参议院 我们也将继续留在白宫 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阿拉报道